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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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大師大王 李宗盛 今天是5月12號 禮拜五 那話是祝大家 禮拜天母親節快樂 那母親節呢 你要怎麼做 最重要還是要有錢嘛 口袋有錢就可以帶母親買好的 有的沒有啦 那希望大家不是一天孝順父母而已 就是每天都要當作母親節 來孝順母親節 那這邊你要特別注意 今天的大盤是開低震盪之後破底 那尾盤做一個拉高的動作 那最後一盤 殺了25點 殺台積電 那殺了台積電為了什麼 為了指數收小黑 那 又打臉洪老師 洪老師昨天說 我昨天說 今天會開低走高嘛對不對 對一半 對一半 因為最後沒有收紅嘛 但是這個盤 是不是真的就開低走高 你要去想 昨天美股是大跌200多點 你要想清楚我在講什麼 那母親節啦 我希望大家都是 每天都做一個孝子 不要一天做孝子而已 那你今天刷這個QR Code進去 我們有一個活動 會贈送你 我講得很清楚 贈送你 這樣子 這麼久的時間 不用錢 所以就只有今天而已 這一個大回饋的運動 那 早上已經很多人辦好了 那你加入這個群組的話 是 這樣子不用錢 這樣子不用錢 我講得很清楚 你是說 老師我跟你講我看得懂 你看得懂耶 你看得懂你也會賺錢嗎 你四字都不見得賺錢 你認識字都不見得賺錢 那所以你自己要加油啦 不會每天都給你優惠 不會每天都什麼什麼怎麼樣 那只有今天 三個月 好 那關鍵戰報啦 今天是指數還是失守月限跟季限 第三天了 你自己要加油啦 我覺得還是不是很妙 今天像台塑世保 鴻海 金融股 金融股他拿出來的財報還都可以喔 居然都是在扯後腿 這些人是怎樣 搞不懂 搞不懂啦 今天你說廣達漲停板 那廣達漲停板 那是廣達的事情啊 廣達今天漲停板 我看錯喔 我跟你講他拉到93塊多 我就跟你講說不要再追了 結果他今天已經佔上100塊 那我錯就是我錯 沒有什麼什麼什麼 洪老師一定對的 那禮拜天是母親節啦 所以今天的盤就是 如意起開地走高 可惜最後尾盤指數沒有收紅 小跌12點 那這邊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今天的業內的動作不太一致喔 不太一致喔 所以你這邊你要特別小心喔 有些業內會認為說這邊上不去 開始他們有分歧的狀況 開始有分歧的狀況 因為同一個類股 你像之前都漲軍工嘛 那些股票在漲的過程中喔 他們現在開始有一些雜音了 這邊呢 我還是要先跟你預告一下啦 步調開始不一致 那這邊的話 個股的第一季的財報很重要 包含那個四月份人營收 四月份人營收到昨天全部公告完畢 那個股有時候反應會比較劇烈一點 你像之前漲比較多 像什麼藥莊類股嘛 像什麼大樹啦 那個宥泉啦 那他盛宏啊 優勝這些股票 就直接先下來 因為沒有預期中的好 所以你股票在漲升的過程中 有時候你說不要一窩蜂 那還真的不行 還真的不行 所以在操作過程中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市場的氣氛啦 市場的氣氛 廣達監掌停板 這沒有話講啦 他強勢股啦 那五峰 五峰這個財報不錯喔 這我好像十五年沒有提他啦 那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巨大第一季的財報賺兩塊二 那其實我還是不看好 因為去年第四季他賺0.5嘛 那現在第一季出來賺兩塊二 所以股價在反彈 股價反彈 股價反彈 這邊那一次的鹽票事件 到今天他才回到這邊的套牢圈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產業不行 那個產業不行 包括運動器材的喬山 這個在疫情期間 這都過度消費啦 你要聽得懂什麼叫過度消費 那有些跑步機買了這沒有用啊 你像我們家年初的時候才丟掉一台 當初買的時候七萬多塊 差不多十幾次了 買了不是丟掉 也是丟掉 所以丟掉嘛 丟掉減費 我不知道你聽得懂聽不懂啦 像這種股票的話 簡直之前腳踏車大家熱賣嘛 這幾年開始會大家很不好 那弱勢股的話是核一 核一你要特別小心喔 核一這是代表新藥類股 那核一這個破底 那到底是怎麼樣 你要特別去注意 包含那個3592 3592是瑞迪 這是哪個集團的股票 你自己要很清楚 你上游的友達有沒有下單給他 你的股票已經這樣子喔 450變成330喔 你說什麼什麼驅動IC很好 這個我不太認同 我不太認同 那這邊特標我們跟你寫的滑金啦 滑金最近是拉上去之後 現在打下來 那最近的話你要特別注意喔 最近七個交易日喔 頭信買了五天 頭信買了五天 那大家都知道 頭信買股票是要寫報告的 懂嗎 那我只能跟你講 這樣子打下來之後 如果再轉強 再轉強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個加碼點 那個轉強之後的加碼點 你要跟上 你不要說啊老師那怎麼 基本上喔 會賺錢的人會賺錢 你跟他講什麼也是 老師那是股票喔 投信也買不多 買幾十張而已 我跟你講 他都不買的人喔 突然在這邊買喔 一定是後面有 他公司一定有抓到一個大的客戶嘛 抓到一個大的case嘛 其實就很簡單就是這樣 那今天喔訓練拉回喔 訓練我們拉回的時候有加碼 那之前我們買大概幾張點嘛 對不對 那今天趁勢壓回的時候 我們有做加碼 你說老師那股票震盪很激烈喔 我說你像這個股票喔 今天又創新高 三股又創新高 這有沒有人在買 你自己最清楚 你問老師你買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阿伯咧啦 我跟你講還沒有喔 那我查了一下那個立法院的紀錄是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有排一個朝野協商 那如果朝野協商過的話 搞不好 傍晚就三讀 阿如果不小心通過的話 那這就好玩喔 那我只能跟你講這幾天 像三股的話 這爆量 這有人在買啦 我只能跟你講 這有人在買 而且買得很兇啦 到底什麼原因為什麼一直買 這個其實也不重要 反正我看好不是一天兩天 有些人他就是 一探不到錢你知道嗎 那所以那也不是我的問題 我們都盡量 那禮拜天是母親節啦 我希望你跟著我們一起賺錢 那你今天刷QR Code 我們裡面有個活動 母親節的活動 我不相信三個月你賺不到錢 聽得懂齁 三個月 三個月 資訊 不給你收這樣的齁 三個月 啊我不相信你賺不到錢 那希望跟上這一波賺錢的機會的話 記得把這個QR Code 先刷進去 先刷進去 那我們下週一見 本公司於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